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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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就变成晚上了 地球是靠着自转形成昼夜 现在 原本应该面向太阳的一面 被转到背面去了 都是年寿搞的鬼 要是年寿没从我这里逃出去就好了 不怪你的 我们都没有及时发现年寿的阴谋 没事的火牛 我下次一定抓住他 都是我太慢了 我们再召唤夏智精灵试试 斗转星移 日夜乾坤 苏醒吧 沉睡的精灵 西山已暗隔清中 由赵东山亦抹名 夏智前来报到 夏智妹妹 快 别着急 黑夜与白天的转换 我很拿手 正午之后 咱们 夏智妹妹 我只能暂时稳定日夜的交替 要彻底解决 还是得到现实世界去 好 对 再去找年寿 不过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 如何在黑暗中战胜年寿 我有企划 你们要光明正大的战士年兽 把他从黑暗中揪出来 老大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今天是夏智节气 是吃西瓜 吃大葱大蒜的好时候 西瓜是甜的 大葱大蒜是辣的 这个人 你还有心思关心这 早点回家吧 这白天变黑夜的 我心慌 有一个能量充足的美食在那边 老大 知晓点 那就按夏智的计划 大家先跟我一起回家 准备充足的光源和美食 然后就去千佛阁找年少 什么东西 这 天哪 你只会跳舞的小狗狗 我得为它好吃的 你是谁 同行吗 还偷吃我东西 大家看啊 有人抢东西了 算你跑得快 不然我报警了 小狗狗呢 还想带回家养呢 夏智 你的计划 真的可以把年兽引出来吗 放心吧 年兽贪吃 我真是阳谋 年兽 好像是 肯定是 谁 是谁 偷吃我东西的家伙 又不是出来单挑 又打错了 立夏 这个人的光源和美食 比我们的钱好多啊 要是能借他的场地和东西用一用 我的计划会更成功 我们去道歉 顺便和他商量一下 那我们先按计划准备 刚才是我们不对 您好 可以把东西借我们用一下吗 一会儿就好了 那就借给你们用 我去那边等一会儿 谢谢 谢谢 听到大鼓的声音 我们就发动总攻 年兽 我们知道你在这儿 年兽 我们有很多美食 你敢出来堂堂正正战一场吗 楼打 这是幼儿 怕什么 我现在还有能量 咱们屁吧 太明显了 年兽真的会来吗 青兽 青崽 什么事 他在这儿 天雷 没事 就这两下 亏我还准备半天 下支 他在这儿 赵极风 等我吃饱了再收拾你呢 行动 我讨厌这个声音 全身 四季轮转 节气加油 战武之八 还没要结束 义东 赶紧了 星仔 加快频率 拖延时间 我来辅助赵兵 陛下 你战斗力强 快去帮忙 惊喜不 义东 除非啊 东西 战场 岩阳 战武之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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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草 老大 你叫我 你啥情况 之前我一直发不出魔法 没事啊 你这次立了大功 快撤 老大换宝 来不及了 我们先回节气基地 看看节气恢复了没有 好歹抓了一个 先把它带回基地吧 就带你们回来前 节气恢复正常了 太好了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啥也不知道 我啥也不会干 是吗 我不会出败老大的 老大 虽然地瘦哼哼的 但我想地瘦了 工作吧 不工作就要脑痒哟 不不工作 救命啊 救命啊 等下个节气 我充完能量 我们就去救地瘦 救地瘦 救地瘦 夏至必属北池 唐为鹰物 昼鬼以云骑 肖漏自此掌 为及施政教 所有便言良 在古代 人们会在夏至 互赠箱下之物 折扇 池粉 夏至这天 有些地方有早餐吃卖粥 中午吃馄饨的习俗 咱们相信 卖粥和馄饨 能给一家人带来安康与团圆 夏至还是饮用粮食必熟的好时候 也如凉汤 凉茶 酸梅汤等 都是传统的消暑食物 关于虾肢的小知识点 你们记住了吗